今天想念你還有說讚讚讚 他跟他說讚讚讚 他說有聲之音的台詞 讚讚讚讚讚 加油 加油 再加油 哎呀 叫吳康仁送 來看看是什麼自己猜開 裡頭是空的 麻煩你等一下自己上台 把自己的金兜獎放進去 蓋起來帶回家再多一座 剛剛那個盒子到哪裡去了 蛤 那個盒子 其實那個欣欣姐有先跟我講 我說沒問題 只是我說我怕我演得不好 為什麼 的確演得不太好 我自己小尷尬 會盒子一壓啦 沒有啦 他們好像有回收 拿去裝人家的其他人 他好像是拿去裝那個 其他人的講 對啊 那個感覺好像是 重複使用過很久 那好像是好幾年用下來 那種邊邊角角都刻壞了 那種邊邊角角都刻壞了 不會 不拿獎為什麼要氣你 不會 不拿獎為什麼要氣你 千萬不能氣你 明年還有啊 後年還有 後年還有 他說讚讚讚 他說有聲之音的台詞 讚讚讚讚 他說讚讚讚加油加油 再加油 入圍是踏實 不會僥倖 我覺得莫浪犯所有的工作人員 入圍沒有一個僥倖的 真的 我自己覺得拍了一個很棒的東西 而且走出去了 重點是走出去 真的很重要 台灣的影集要走出去 對 以往在賽制上有他的規定在 那我相信如果今年有人提出來的話 我相信金鐘獎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也會自己相信 在明年應該也會做一個 可能大家會討論啊 因為每一年都會做微調嘛 我相信我們一定是朝好的方向走 昨天瓜哥講了一句 我看到新聞我真的很感動的話 就是 你人道才是支持 你怎麼不能說我打個電話來說 欸 支持 或是說怎麼樣 但我覺得人道 我們盛裝 我們尊重自己曾經拍過的東西 然後很驕傲 失落好像真的還好 因為就會覺得 有得獎我感謝 沒得獎我感恩 然後就是 就是有問老婆就是 就是說 欸 沒得獎啊怎麼樣 然後她有傳說 就是 我有上紅潭舞帥 對